玄焰 雲儿 山星 你真的不恨我吗 我从未恨过你 又变了 母亲 父亲 今日 你 我必杀之 三季 我亦会守护 玄焰 我真的 不求你不要入魔 无论是剑上还是凡间 无论是唐舟 玄焰 都不会忘记我 但所有人都告诉我 是植西万幸救了我 但我一直很想告诉你 我知道是你 我真的错了 但是你别放下我 我真的错了 但是你别放下我 傀儡術蒙骗三界 我们亦可用此术来揭穿你的假面 这也是你的诡计吗 嫉妒新军 嫉妒新军 邪不押政 火德元帅保刀未老 已经拿下了太幽与你的亲兵 就算没有他们 无意一样不会败 救命 谢谢朱卿让五宝石一朵 该是吴回馈给朱卿的时候 吴一日为帝 终生是这三界之主 待吴除掉了应渊等人 必会解了这乾坤隐之父 到时归顺吴者 生仙皆赐仙力 违逆五宝 即刻受死 众卿家好好想想 没事吧 有你给我的平安符当然没事 放心吧 一定小心 小心 你的永夜宫练得还不到火候 就想拿它来对付我 太自不量力了 没事吧 没事 龙枣之刃是替王子的先猎还你的 你自杀是假 用先灵成地火 为的就是可以解开他身上散灵干的毒 原来你心上之人 从来不是柳薇阳 而一直都是他 你为了他竟然做到如此的 难道我们的相知 相认 都是你跟他设计好的吗 这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创世之战后 你便将它收入了天机阁 原来你做的这一切 早就已经开始布局了 无欲则无求 无求之人 如何守护这三界众生 我与小气想创造的 才是最好的天界 那是因为你总爱蹲人枪头 不就是一只普通的毛笔吗 还怕我偷了不成 如果你心情不佳的话 那这只毛笔就会和陈花三影 落得个灰飞烟灭的下场 怎么办 小人就是爱记仇 彼此彼此 其实 当我看到柳薇阳致死 都不愿从错误中醒过来的时候 我反而庆幸我已经放下了 在你还是唐舟 为了我忤逆失门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原谅你了 你原谅的 是凡人唐舟 不是帝君隐恋 你现在可是天界的老大 我怎么敢不原谅帝尊呢 方才你为了救人都呕心沥血了 我可不敢再气你了 万一你有什么好歹的话 这个罪责我可担不起 那我倒是希望你生气 月儿 那至少可以说明了 你还没有把我放下 天色不早了 为了你的心血早点休息 我溜了 帝尊 我就知道你会回答 你 我之前的自己嘴上都不知道 这么多年还是没长进 来 我帮你擦擦吧 在你还是唐舟 为了我忤逆失门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原谅你了 都怪时光风虚 红尘沙里吹 想你 心自涌入潮汐 平平安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